剧中为了孩子战战兢兢 常在细说台湾中 饰演母亲的女星唐德慧 给人温柔婉约的形象 不过在2021年 她却剃度出家 年过半百突然转换人生跑道 太子上身为信众了却世间繁杂事 穿着全白宗师服的唐德慧 变成了出家师父法号传联 因为遗传了母亲的通灵能力 成为三太子姬身 但过去她认为自己还有俗缘没放下 最后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事实 冥冥中感受到太子 要求她放下演艺事业 最后她要收回去的时候 就是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其实我还在硬撑 还在拍戏 那时候是每天早一收工 我就是狂哭 因为要联系嘛 那个高跟鞋 我每天那个脚 就是也不知道哪边不对劲 那我就知道 我跟人家皮太久了 为人办盛事可不简单 进入宫庙进修学习四年 闭关修炼还要学习道法 最后获得合格法师证照 才有下福令办盛事的资格 连我侄子呼吸中止十九次 没有人 他没跟任何人讲过 在办事的当儿 太子就说停止十九次 叫他马上去动手术 像讲工作或是讲一些车子的事情 车官的事情 那个太子在指的那个时间点 跟叫我换车牌号码的时间点 都蛮准的 就觉得这里的环境 磁场跟人都蛮好 而且师父很亲切 传联师傅在领口开设佛堂 为人寄解累积信众跟随 犯善士所得多数用来支持公益 将心得案例出书 也把从演艺圈转到宗教界的不容易 分享出去